我們再往下走 因為剛剛問過大家可能都沒有用Keep的話 可能這個功能大家就 我就先暫時不講 那這裡有一個叫探索 探索 探索的話其實倒是蠻好用的 探索你可以從選單也可以從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探索 探索的話其實就等於在找資料 那我先問一下喔 我們在編輯文件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會用到網路上的資料 有 這是第一個 有沒有可能用到你自己硬碟上的資料 應該說雲端硬碟啦 雲端硬碟上的資料也有可能用到 你可能是網路上找的 也可能是你已經放到上面去的 所以探索的功能就是包含這三種 因為網路上找的有幾個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文字的資料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是圖片的資料或影片的資料 也有可能 所以你就在這邊打進去 比如說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下 中文系 好 那我打進去 有沒有找到的 現在我想要把它放在這裡 糟糕要上來一點 這樣 好 好 我就把它點一下 等一下 不是點一下 抱歉 你可以 在這邊 有沒有 以柱角 柱角就給人論文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是那樣子 你就 這個 欸我記得可以把它砍到裡面去 引用格式 這個我就不熟啦 這各位比較熟 好 對啊 就是它可以用柱角的方式直接進來 那這樣這邊就有一個柱角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你是圖片的 那就更簡單啊 你就來這邊把它加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嗯 所以 不要再到搜尋引擎 Google一次 然後再複製貼上 你不覺得它把 這個你切換視窗的那個時間就省下來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的雲端硬碟裡面搞不好有這些東西啊 而且這邊做的搜尋是做什麼搜尋 全文檢索 這樣你了解齁 我們東西放在雲端硬碟 除了當作一般的硬碟空間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它有全文檢索的功能 那有全文檢索 這個搜尋速度 絕對比你在你自己電腦上快 所以今天如果我是這張圖片 你就告訴它 這裡 這裡你可以直接丟進來 我記得可以直接丟進來 我看一下齁 如果是這個 我記得 這裡 雲端硬碟的 好像直接打開而已 我記得好像可以插入那個連結 還是我記錯了 忘記了 好 這邊都是直接打開而已 可是至少有個好處就是你直接搜尋嘛 這樣OK嗎 好 這個就是探索的功能主要就是從網頁 圖片跟雲端硬碟這三個地方 幫你去找既有的資料 全文就是檔案裡的全文 是的 你看我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圖片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標題裡面沒有啊 有沒有發現 所以它會找裡面的內容 這樣你了解了齁 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應該最後還有兩個 就是叫做編輯歷程 還有什麼 檔案格式的部分 因為我們一般 在網頁上 Google 文件 畢竟還是沒有什麼 像各位一般用 Office 裡面圍繞 Office 那麼豐富的格式 所以這個地方適合草稿嘛 那你真正要正式編輯比較複雜的內容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我們先講下載的部分 你看這裡 反正你知道點進去就有啦 就是格式很豐富 你要變成 Office 的檔案 要變成一般的 OPT 各位知道現在那個公家機關 已經不會只提供 微軟 Office 的格式了吧 還有什麼 就是 Open Office 那種檔案格式 因為以往都是只有提供那個 但是問題是現在越來越多人沒有買 我們應該是這樣講 本來就沒有買 哈哈 Office 微軟 Office 的軟體啊 對不對 所以它也可以用什麼 其他替代的免費軟體來打開 甚至用雲端電碟 這個也可以直接開 就不用受限於單一廠商這樣子 這是公交機關已經有做的 那所以這上面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下載哪一種格式 這是第一個 再來就是我們這裡有那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版本紀錄 那因為我們是共同編輯 所以 Google 文件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有這種版本紀錄 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那如果現在這個版本很重要的 你還可以直接幫這個版本命名 因為以後版本會很多嘛 來我們先看一下到底現在有什麼版本好了 啊糟糕了 又卡在那裡耶 哈哈哈哈 傷腦筋 縮小一點好了 好這裡 你看這樣下載格式有看到了齁 我已經掌握技巧了 哈哈哈哈 傷腦筋 來你看這個版本紀錄 我們先看到底有哪些版本 你看他們右手邊 看起來好像是今天而已對不對 我早上編輯 可是你要把這個打開啊 這樣你才能看得到 到底大家幹了哪些事情 有沒有 所以細部的在裡面 然後呢 比較粗略的在外面 這樣了解 我先回按一下這裡 你知道我早上是很乾淨的 啊 這不是早上版本嗎 你們剛打開版本就是一個啊 只不過你們上面亂錄了 就變那樣子啊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 你有沒有發現 他把有改的 標示出來 這誰哥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來這邊 如果真的有必要 你可以幫這個 標的版本命名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這樣子而已 你比較容易忽略掉它嘛 所以我可以說 這是 最開始的版本 這樣 是不是以後再看的時候 就比較清楚 因為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啦 最重要是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 如果真的想要回到這個版本 在這邊 哎呦 在左上角 抱歉 他現在改位置了 有沒有還原這個版本 你隨時可以回去啊 我們一般office文件不行嘛 所以為什麼你會有很多檔案是重複的 就是因為 不捨得啊 不能改啊 你就在 在另存一個新檔啊 給他不同日期啊 不是這樣嗎 所以 就是像這樣 這樣會不會了 所以 用在雲端 好處就是誰改的都很清楚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好 這樣 就給各位參考一下囉 好 好